这位同学问 近期印的无量寿经 有几个错字是否能改 发现经本上印的有错字 应当提出来 注明是哪一部经 现在这个经印的很多 一定要注明是哪一个本子 版权页就是最后一页 哪一年印的 第几版在什么地方印的 我们就晓得这只是哪一个本子 那么在第几页 第几行 第几个字 是错字 这样子你们把这些信写到这边来 我们这边以后再印了 就会把它改过来 这个是无量功德 不但我们自己这样做法 而且也要劝导别的同学 假如发现经本上有错字 一定要写信 到这个流通的地方就可以 改革